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模型頻道 都是我Elly和大家玩Figure Wild Standard的龍珠系列 七月尾出了三合模型 今次我為大家開兩合的箱 就是彼達和未來的杜拉格斯 真的期待了很久 因為彼達,畢竟都是殺一種王子 但Figure Wild Standard系列,每次都未出他的模型 頂龍之前出了一隻殺雅人太空船有彼達 但彼達不能動,坐在這裡,就像阿屎一樣 接著我們還會開未來的杜拉格斯 這盒好,爆了兩種頭髮 一種是未變成超級殺雅人,一種是變成超級殺雅人 還包了一把劍給大家 這把劍應該都由不同的模型組件組成 我就覺得蠻值得買的 彼達雖然是老豆,但彼達是小一點、矮一點的 沒辦法,杜拉格斯包了兩種頭髮 還有一把劍,盒大一點很正常的 但價錢竟然是一樣的 這個比較特別 杜拉格斯好像比較值得買很多 不過我們怎麼可以沒有帶沒有細的 開箱當然是先開了爸爸 好,開了 一開始就看到超級殺雅人的頭髮、樣子那些 接著後面就是他的衣服的藍色組件 氣彈 希望他的氣彈不要跟杜拉格斯一樣 接著都是藍色組件加白色組件 接著就說明書了 都是截業式的設計 跟所有Figure Wire Standard是一樣的 這裡看到彼達的絕招 不過我只不知道他的中文名是什麼 是不是終極死光還是終極閃光 Final Flash 電擊的電器就是Final Flash用的 其實可以配合我之前拍過影片的情景組件 一流 接著就是Big Bang Attack 是一個Ball來的 最單手出的 說明書背面的那些彩圖 就看回應該比達這一個時期 就是打人做人偏的 你看到Final Flash用的 各式各樣的姿勢 包了兩塊臉 一個就是比達的殺人王之高奧 另外一塊就是出波時 大叫用力的表情 以及拍了兩招絕招的不同角度 給大家看一下一些組件的眼笑 這個比達的模型就是我們組裝慣組裝熟 就沒什麼特別的 之前的Figure Wire Standard的龍珠人物 差不多 都是禮牌了 兩塊臉 兩組氣彈 還有條理要貼貼紙 有一點就比早期的模型好一點 就是手 比特有三對手 譬如說五塊只有兩對 五胸只有兩對半 就這樣建的組件 最大問題其實就是左右夾要做無縫那些 好像一隻手 手套 不過感覺上就當是依折文理的駁線位 那隻鞋子那隻是對筆 有一個套 也是前後夾 變成也是當是依折文理的駁線位 另外肩膀的圓球 也是左右夾 不知道可不可以依折文理 或者肌肉的形態 當不需要做無縫 這些要組裝上去才煎 比特的頭髮跟以往一樣 都是有少少透明的感覺 這些黃色的組件 另外眼睛也包了一對是綠色眼珠的組件 那氣彈方面 我自己比較嚴格 終極死光 不夠大 這麼強的絕招 做粗髒一點 長一點 都不怕 對不對 比特我們開完箱了 其實我忘了說的封面 封面很奇怪 跟以往的設計有點不同 只有比特自己一個人 可能表彈比特高 我們換成Douglas Douglas也沒有他爸爸 反而有時光機 剛才我一開始就說 7月尾出了三盒模型 第三盒就是時光機 盒是超大盒 那盒我也是買了 如果一下我都會做開箱 以及砌好給大家看 兩種頭髮放在同一盒上 其實這種心態 Bandai做模型 是非常抵賺的 亦都超級勸喻他 做到其他不同的超級大人 老實說 比特也有正常形態 為何比特不包括普通黑色的頭髮呢 其實組件不會多很多 這盒是抵賺的 價錢跟比特一樣 竟然大合一點 有兩種形態 好,先倒架 我們開箱 首先又是多色組件 同樣 頭髮 手 手包了7隻手那麼多 因為它還多了一隻拿劍的手 好,接著是氣彈組件 紫色頭髮 接著是黑色衣服 這些都是衣物的組件 很多種不同顏色 接著是劍 不過劍就要自己上色 差了一點 藍色衣服的組件 氣彈和人的支架 衣物的組件 這麼多組件 說明書都是折頁式 我只是看彩色給大家 放了一個很有名的姿勢 大家一定有印象 這個氣彈原來是這樣用的 我記得它出招之前 手插很多東西 插很多動作 做很多不同的手勢 然後出招 握劍的狀態 很棒 劍就要上色上到這個樣子 我想就是差了後面這些 還有它本身的劍是白色組件 我覺得大家噴了銀色油就會漂亮很多 這裡就告訴大家有三塊臉 Dulagaz是釋出魔閃光的 因為是未來的悟凡教他 就是這裡 接著另外一個就是Burning Attack 突然間零機一觸 因為之前我拍片 超級殺人悟凡 就少了一招魔閃光 雖然後期都比較少用 但起碼現在我都可以拿Dulagaz的魔閃光 放下去就不犯了 握劍的手 就需要前後夾的拳頭 這個做不到模範的 因為你需要脫掉拳頭 再放到劍套裡 所以手就應該有條坑 算了不要緊 劍套看來都很多地方要上色 或者你們可以貼紙 大家看到鞋子都分到色給大家 這個真的有一點良心 如果要貼紙也比較麻煩 印象中好像之前不知哪一隻要貼紙 幸好 皮帶這些扣就不用說了 一定是要貼紙 看完整個說明書 都沒有告訴大家可以坐落視光機的圖 只有這個 暗暗的 所以都不太黑銷 不過放在這裡 其實都已經很頂癮了 又讓大家看看件的眼罩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 好像我一樣一次過一口氣買了三盒 有個留言給我告訴我 分享一下大家的喜悅 貼紙方面 它就包了肩膊膠囊公司的Logo 跟著這些劍套的組件 大家本來要分析 另外一些皮帶的扣和口 反而把劍柄沒有貼紙給大家貼 頭髮首先看了紫色的普通形態 它開了中介之後前面有兩條毛毛的 好像很陰 好像要捉鬚一樣 現在看著 後面剷了車 這個質感很可愛 正哥頭髮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件過的 雖然它是開界 但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拍攝17、18號 它們都是開界的 但它們是很奇怪的 中間是開了邊 搞到很噁心的 有一條的夾口 這次Dodrigaz 這個套下去的組件非常好 好滿意 再看劍套 劍套也是左右夾的 重要時刻來 我們比較一下它們兩副子的氣彈 左手邊Dodrigaz 右手邊就是比達 猜不到 Final Flash 這個Final Flash 竟然和摩尘光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就說 我想它的Final Flash 粗一點、長一點、大一點 現在 老爸那條東西和兒子那條東西 不同名的 竟然一樣 不單止 這個組件 又是一樣 我真的想問Bandai 既然兩份東西 排列都不同 不如你的氣彈也做些不同 好嗎? Bandai 什麼來這樣的 都是那句 有沒有人有Bandai電話 幫我打電話 反映一下意見 好了 今集模型開箱 我們到這裡 因為今次太多模型 我真的組不上 所以就特別開箱 盡快開完會再拍片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我們 加上再預告一下 我們的時光機都會拍片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想快點開 好 今次開箱 希望大家喜歡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下一條影片見 Thank you Bye Bye Ai